大家好,今天是出去十八號星期四,歡迎收聽今日的新聞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種非常獨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體療法 整體療法是核心在於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而不是僅僅關注單一症狀的問題 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全面改善健康狀況,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恢復能力 三高代謝寶正是基於這種理念而設計的 這款產品的配方中,包含多種天然植物提取物、維生素和礦物質 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之下,能夠幫助身體調節血糖、血脂和血壓 從而改善整體健康造訪 三高代謝寶研發團隊的負責人陳蔣鴻先生在接受健康520採訪的時候說到 有些消費者在使用過三高代謝寶以後,身體的慢性病改善了 就在健康520網站上面留言,說他們在使用三高代謝寶以後 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壓改善了,還有很多人表示 他們的睡眠品質有顯著的改善,而且變得有精神有活力 這些效果都歸功於三高代謝寶整體療法的一個設計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過這種自然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 不妨試試三高代謝寶,令我們一起從內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現在馬上瀏覽健康520官方網站,即可了解更多訊息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據三立新聞網報導,烏克蘭以海軍無人機,重擊俄羅斯軍艦 美國軍事專家說,海軍無人機可能是美國協助台灣 抵禦中共入侵的最好方法,可以駐紮在菲律賓和日本 一天內可以到達台灣。 美國海軍宣布F-35戰機中隊,部署日本應對中共戰機 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6月曾指出 美國計劃在台海部署幾千艘無人潛艇、無人水面艦艇和空中無人機 打造地獄情境。如果中共入侵台灣,無人武器系統 可以延緩其進攻,爭取時間,讓盟友可以協防台灣。 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赫拉克近日說,在地獄情境戰略中, 美國海軍無人機可能部署在菲律賓和日本,一旦有中共入侵風險, 無人機可以自行移動或以船艦運到台灣西海岸,一天內可以到達。 根據很多兵推的結果,台灣及盟友可以成功抵禦中共入侵, 但要付出的代價很高。從烏克蘭成功運用海軍無人機 攻擊俄羅斯軍艦的經驗來看,海軍無人機或者是美國最好的方案。 哈拉克指出,部署在中共可能入侵路徑的美國海軍攻擊無人機, 可以干擾甚至阻止中共入侵。 就像烏克蘭運用海軍無人機,初敗俄羅斯進入黑海細部的計劃, 胡塞武裝組織控制的無人機也時不時封鎖中東紅海的大部分區域。 五角大樓在2023年啟動一項幾十億美元的複製者計劃, 據信是為了幫助台灣抵禦中共入侵, 就是以大規模部署空中和海軍無人機為主, 正在評估的機型可能包括德州海事公司Saronic生產的快速攻擊海上無人機。 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之前, 美國致力發展的海軍無人機主要是大型載具, 能夠輔載幾千磅,在海上飛行長達70天, 具有探測、追蹤和摧毀潛艦的能力。 隨後,美國海軍和五角大樓的戰略能力辦公室, 推出四種更大的無人機圓形, 可以攜帶集裝箱大小的飛彈、感應器和電子反制器材。 有了烏克蘭成功運用無人機的經驗, 美國發展海軍無人機的焦點也轉向較小的載具。 大型無人機在海上進行潛艦追蹤, 電子干擾或遠程秘密監視等任務仍然有必要, 而小型無人機也可以執行類似任務或其他任務。 賀賴赫說,美軍已使用小型海軍無人機進行海底和水面監視任務超過10年。 最新設計的小型水上無人機加入馬達、太陽能和柴油動力, 可以攜帶雷達、干擾器、優利和主動升納系統等。 可以在水底隱密作業,進行秘密監視或特襲攻擊。 海軍無人機的出現標誌著海軍戰爭的新時代來臨。 幾十年來,海軍一直專注於開發越催致命的反艦導彈。 現在面對來自空中、水面和地下的廣泛威脅, 海軍無人機可能是應對這些挑戰的最佳方案之一。 另外,據美國海軍發布的新聞稿, 美國海軍將以裝備F-35C戰鬥機的第147戰鬥機中隊, 接替駐日本岩國基地使用超級大黃蜂的第115戰鬥機中隊。 F-35C是美國海軍最強大的戰鬥機,是多用途的第五代戰鬥機, 增強了美國航空母艦打擊群的力量投射和威懾力。 日經亞洲評論,目前美國已經部署F-35C的航空母艦 有卡爾文3號和林肯號,目前都被派往太平洋區域。 部分美國國防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海軍能力的重大升級, 反映出美國海軍需要第五代戰鬥機對抗中共在隱形戰鬥機方面的進步。 哈德遜研究所分析說,任何第四代戰鬥機都無法獲得F-35C的卓越能力。 F-35C不僅僅將為美國海軍在與中共新型戰鬥機的空中作戰中提供戰術優勢, 而且有助於應對中國發射的陸機反艦彈道導彈, 和從中國轟炸機空射的反艦巡航導彈。 在日本部署F-35C一試,表明美國認為,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競爭環境, 要求艦載機具有更高的網絡能力、穿透力和殺傷力,是絕對優先事項。 北約秘書長斯特爾騰貝格月初政策,設立在波蘭北部雷茲科毓的陸基神盾系統已經準備就緒, 可執行探測和攔截彈道飛彈的任務。 普京16號親自駕駛俄國汽車品牌拉達新款車型, 路上為了閃避障礙物,撐碟發生車禍。 據公開資訊,設立在波蘭的陸基神盾系統已經大部分員工, 所有調校、測試也順利過關,這是歐洲第二座陸基神盾系統。 它與其他陸地、艦載和遠程雷達系統組成北約的防禦之盾。 斯特爾騰貝格說,彈道飛彈在衝突中被廣泛使用, 因此飛彈防禦是北約集體防禦這項核心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了波蘭之外,2016年在羅馬尼亞即次有一處陸基神盾系統基地, 加上在西班牙羅塔港甲,搭載神盾是驅逐艦, 在土耳其赴雷吉克鎮的預警雷達系統,構成北約飛彈防禦系統的四邊網絡。 北約宣稱,若有200名軍事人員駐紮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兩個飛彈攔截基地, 強調陸基神盾完全是防禦勝責。 但俄羅斯官方認為,該系統可以發射戰斧等中程飛彈, 威脅俄羅斯安全,已經觸及俄羅斯的紅線。 另外,15日俄海軍從克里米亞撤出最後一艘巡邏艦。 烏克蘭海軍發言人普萊·騰休克宣容, 記住這一天來表明俄羅斯撤退的歷史性時刻。 有人認為,這個標誌著黑海戰役的一個重大里程碑, 俄軍艦從克里米亞撤出,烏克蘭實際贏得了海上戰爭。 而在與俄羅斯作戰的前線緊急缺兵的背景下, 烏克蘭國防部最近透露, 約有5-6萬名烏克蘭婦女已經加入烏克蘭軍隊, 成為抵抗俄羅斯侵略的重要力量。 據經濟學人消息,俄羅斯大量的蘇聯武器庫存即將耗盡。 而在川普中槍擊後,16日普京首次出現在公開場合。 據《每日郵報》報導, 普京16日出席M11高速公路外環道路通車典禮。 他親自駕駛一輛黑色Light達新車型Aura, 一邊與坐享庫駕駕座的承包商代表聊天, 其他保存人員車輛則跟在後面。 突然間,普京為了避開前面的白色帳篷, 打左燈過線,緊接著立即右轉撤回原車道, 使得與後方保存人員的車輛差點相撞。 普京下車之後,穿上隨戶遞過來的西裝外套, 顯然沒有穿防彈背心。 不過周圍至少有7名隨戶,還有一人手提黑色公示包, 很可能用來保護普京免於中膽。 據悉,普京親駕駕駕駛車, 期望在國家遭到西方制裁之際,拉抬駕駛駛駛聲勢。 17日據解密,CoinDesk等媒體消息, 普京在俄羅斯提出數字貨幣,並簽署了數字勞報法案, 使之成為法律, 為俄羅斯自己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鋪平了道路。 普京表示,俄羅斯的加密採礦佔全國能源消耗總量的1.5%。 從8月15日開始,數字勞報將在13家銀行進行測試, 此舉符合金磚國家的潛在戰鬧。 此前9日,中共央行和其他財政部批准中國將推行數字人民幣。 值得關注的是,網傳短片顯示,近日俄羅斯人擠爆三亞。 當地大東海海邊的酒店,住的大部分都是俄羅斯人, 而現在三亞三十多度。 有人曝光其原因,是到三亞旅遊的俄羅斯人能賺一大筆錢。 比如,一個俄羅斯人帶100萬奴布來到三亞, 大概能換8萬5千人民幣。 在三亞吃喝玩樂,瘋狂的購物,花了2萬元, 縱成6萬5千人民幣。再換成9千美元。 帶回俄羅斯後,拿著9千美元換300萬奴布。 開始他帶了100萬奴布,從俄羅斯來三家,吃喝玩樂玩了一大圈。 回去後,100萬奴布斬眼變成300萬奴布。 最終是誰賺了呢? 在17日,美國媒體披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已經決定在兩個星期內進行線上點名投票, 正式提名現任美國總統拜登為該黨的候選人。 不過,消息說,民調全黨內近三分之二的人反對拜登參選。 而拜登說,如果醫生診斷出,身體狀況不佳,他將考慮退出競選。 包括CNN、CBS等媒體在7月17日披露信息, 民主黨將會在7月29至8月5日開始一項虛擬的投票活動。 拜登在這次虛擬活動中,將正式尋求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資格, 至少有三名民主黨眾議員準備簽署一封信,抗議加快黨內正式批准拜登競選連任的計劃。 部分反對拜登爭取連任的民主黨人,認為進行不必要而且史無前例的虛擬唱名投票是一個很差的主意。 警告,如果拜登繼續競選,可能嚴重打擊民主黨士氣和團結。 根據美聯社最新聯合民調顯示,近三分之二的民主黨人表示拜登應該退出總統競選, 並讓民主黨提名另一位候選人。調查還發現,只有大約30%的民主黨人非常有信心拜登有能力擔任總統。 CBS報導,拜登在16日接受訪問時表示,除非他出現一些健康狀況,醫生指出他有問題才會考慮退選。 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16日已經進入到第二天,現場的唯一華語媒體人方偉先生也介紹了現場的情況。 方偉提到,克利和德桑提斯都是川普打電話請來的,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的落選者,團結力挺前總統川普。 52歲的克利表示,首先要明確一點,自己堅定支持川普。他強調,強大的總統不會發動戰爭,強大的總統能防止戰爭。 所以,為了我們的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支持川普,而且我們不僅必須成為一個團結的政黨。 而且,我們歡迎那些有不同背景和經歷的人加入我們的黨的時候,我們就會變得更強大。 而德桑提斯的演講更直接,他呼籲支持川普,他說,川普遭受了誹謗,起訴,甚至到差點喪生。 我們不能讓他失望,我們不能讓美國失望。 德桑提斯還以Fight! Fight! Fight! 的口號來結束演講,現場觀眾歡呼聲不斷。 我們再看兩岸新聞,後面請聽報導。 在7月15日,中共20屆三中全會召開首日,中共黨媒新華社發表近萬字的文章,稱習近平是鄧小平之後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但奇怪的是,三中全會稱中習近平的這篇文章,被詭異地下架,實屬罕見。 與此同時,川普的搭檔萬斯首次與中共交鋒,而中共的回應,似乎顯示出,嚇壞了。 現在,新華社的特稿不僅在官網上找不到,就是改革家習近平致樣在百度搜索都沒有結果。 微博搜索也同樣是這樣,但在谷歌搜索的時候,在外國媒體《自由亞洲電台》,發講,聯合早報,港媒《大公報》,《文匯報》都有轉載。 視頻人蔡神坤在X平臺發文說,詭異的事件在三中全會出現了,新華社精心炮製的特稿《習近平改革家》推出無意內,就全網下架。 有分析認為,照片是標準的低級紅、高級黑,我認為更多的是貪天之工為己工,將鄧小平以來所有改革開放的公職都攬在自己名下,特別是習近平並不喜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總之這篇特稿,黨內看笑話,習近平也難堪,下架是最好的辦法。 發生社引述,時事評論人江峰在節目中分析說, 新華社特稿是受中共中央辦公廳指示而發的,可以說是最高指示,原文是將習近平比堅鄧小平。 而改革家明顯是為習近平所定位的,而文章找不到,只能說是被刪除,就是他的定位被否定。 而習近平沒有道理打自己的臉,他下面的人也沒有膽量,所以唯一可能就是在三中全會的第一天,一定出了, 諸如要求習近平下台等重大異常情況,打亂了他的部署。 江峰節目中指出,習近平的改革一定在黨內是有爭議的,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重點是開放, 而習近平的改革其實是迴避開放,是由開變慣,由放變收,所謂的堅持自信自立,就是與外界脫勾團鏈,閉關自首。 現在在網上傳出習近平健康情況等等沒有被證實的消息,總而言之,就是三中全會不太平。 而另一個評論員,劉銳紹就認為,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的權力有所動搖, 他不排除,文章下架是習近平對經濟情況不佳而受以先撤民,日後再上稿也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引蛇出動,也未可了。 中共三中全會開幕的同一天,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的副總統競選搭檔曼斯,在獲得提名後首次接受訪問時表示, 如果川普當選總統,將與莫斯科和基庫進行談判,迅速結束俄乎戰爭,讓美國能夠專注在真正的問題,就是中共,因為中共政權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這個也是曼斯首次與中共交鋒。而中共方面的表態,就與他一貫表現出來的所謂戰狼姿態明顯不負。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7月16日召開禮行記者會,有彭博記者就曼斯的這個表態,詢問中共外交部對此有什麼評論。 林劍的回答只有一句話,我們一向反對美國大選,拿中國來講。 不少觀察人士指出,曼斯的說法也代表了川普的立場,代表整個川普的團隊提前向中共釋出一個施壓的信息。 台灣麗治協會執行長麗榮偉對大紀元表示,施壓絕對是有的,你不對美國是好,那你中國的經濟自力更新又做不到,你又與國際緊張,如果整個中國的經濟崩潰,共產黨的政權準備垮台。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也認為,美國的選情會衝擊中共三中全會,而曼斯的言論可能令中共三中全會蒙上陰影。 如果川普這次順利當選,很可能將美國給北京的最惠國待遇拿走,北京的擴張就會被擠壓。 近期,中國多地接連暴雨,三峽大壩十個孔全部開啟洩洪,導致中下游地區的水患嚴重。 甚至有老人跪地叩頭,祈求老天爺不要再下雨了。 根據推主德潤傳媒指出,由於四川、重慶等地連日暴雨,長江流域進入防信關鍵時刻。 因此,三峽大壩已經開啟全部十個孔洩洪,以騰出水庫為防信期長江上游可能發生大洪水做好準備。 但是,因為大量的水流從三峽大壩洩洪至長江中下游地區,導致沿岸地區和多條河流的水位急劇上升,造成多地發生水災,更惡化了因為連日暴雨產生的災情。 其中,更有多人被帶水沖走。除了三峽大壩之外,新安江水庫也在持續洩洪。 在前塘岡河藏旁多年積聚的沙堆,受到洶湧水流衝擊,產生大面積的坍塌。 但網友們紛紛表示,畫面相當壯觀。 另外在17日,陝西也因洩洪,導致晚間出現很多車輛被水淹沒的情況。 還有些車在街上隨著水面浮浮沉沉。不僅車輛,也傳出了有民眾被帶水沖走的事情發生。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恐怖山紅就像崩流的大江一樣,視約了寶雞石巴河,大橋被毀,慘障一片。 網友羅場發布影片顯示,陝西西安市,長安河變成了黃河戶口薄暴。 他這樣嘆道,又有多少平民要遭殃啊? 再有《大紀元》發布的爆料影片顯示,有一位老人跪地叩頭,求老天爺不要再下雨。 在7月16日,河南社旗縣發生災情。有《農民綠製》短片表示, 因爲下雨水浸,導致辛苦栽種的農作物作廢。路上全是浸了水的車, 還有人一覺醒來,發現床邊都是水。 在10月11日就會放入了水。 你在10月11日後,看到雨水浸,出移,20天天。 在20月30日後,在20月19日後, 可下雨水浸,可下津水浸. 在20月10月20日後, 可以說到它雨水浸,可下雨水浸。 在20月19日後,